是的 印尼西部海域迅他海峡 沿岸地区星期六晚遭遇 二十米高的海啸清洗后 死伤人数不断在攀升 由于印尼国家灾难应变总数 一开始误判巨浪只是异常的潮汐 呼吁民众无需恐慌 而没有及时发出海啸避难警告 造成许多人无辜丧命 官方发言人苏托波 对此向民众道歉 目前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汛汤海峡发生海啸 摧毁了万丹省多个沿岸地区的 房屋和酒店 画面上可见灾区处处都是残垣败瓦 遭受海啸肆虐后的社区面目全非 由印尼军警、国家搜救局等单位 组成的搜救队 目前正在和时间赛跑 全力展开救援行动 镜头显示 搜救人员从瓦砾堆下挖出遇难者的遗体 而搜救工作展开后 这一波海啸造成的人员伤亡 相信也会进一步增加 被救出的伤者都被送到邻近的医院治疗 一名幸存者重提海啸来袭时的情景 依然心有余悉 另一边乡 印尼国家灾难应变总署也对此次错误地把海啸当作潮汐一事 向社会大众道歉 官方发言人苏托波强调 将会进一步搜集数据和资料 确认海啸发生的真正原因 马信社新闻台综合报道